非常激观众 这首歌 就是说 我们每天做的事 无论做好事、做坏事 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 耶稣一直看着我们 其实这首歌 在我刚刚 我从小到大 都有抑郁症 因为我从小到大 都是不说话 有时候一大班人在一起 因为我在家都不出声 所以我不懂得一大班人 一起讲笑 我都是不懂的 直至大学毕业之后 我很想做演艺的工作 找不到出路 一年之后 甚至还有思觉失调 那时我觉得 很多人上了天堂 我是令人带人上天堂的天使 《沈风基》有些歌传会写我 我信以为真的 这件事 最后九个月 我还住了几天精神病院 后来 醒觉的时候很惊讶 原来我有精神病 很难接受 精神病是很被人歧视的 我今时今日看回 我觉得《沈风基》 那时很多人都有 你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你去到我那么严重 但又怎样 又有什么特别 我又不认为是什么 但当时很难接受 那时精神病 那时除了 悉悉失调之外 我还有一些惊恐 那些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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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后来我就没用力吃 因为为什么呢 我觉得 虽然我做不成艺术家 那时我还是二十多岁 虽然我现在很年轻 那时我还是二十多岁 那我做不成艺术家 我还有机会 可能要结婚生子 那就是我做妈妈 就是我另一个梦想 那总之有梦想 还有少许生存的希望 虽然我当时没有男朋友 但很难说明天会不会遇到 对不对 所以都坚持了 那一盒安眠药 没有吃到 没有吃到 那后来过了期都没有吃到 太好了 不相信 那下回分解继续讲 现在送给大家 天上的观众 有点是我当时的想法 有点心情 觉得所有的人上了天堂 看着我 所以想到这样的歌 但其实耶稣真的看着我们 对不对 你不要以为做坏事没人知道 不要以为做好事没人知道 耶稣都是看着我们的 好了 那我高兴请到Kendy Kendy很好 她是一位很热爱艺术的朋友 她是独艺戏剧的 她知道我今天需要一个人坛结他 很仗义相助 她本身也很有理想 我也很欣赏她追寻梦想的勇气 很高兴认识这位姐妹 今天可以同台演出 真是我的光荣 今次有Kendy彤彤彤 又有Jackie彤彤彤 我们一起唱这首 《思觉失调的天上的观众》 奥先生歌曲 在世面思辰眼光 慈畅的网障 我终摸不到一感温满 耶稣 自信的教导 我每次举止 心中失望 我 每日的表演 太多受害 仁慈的担心 真实的借责 我要演得好 偷偷掌励 承传我智慧 奉负我思想 让本家祝福 来让我已 透明粉筋斗 加两份福彩 华强地厌礼 反处善妖 抬前我创造 背后你编写 我怕处几多 掌声激赏 每次 你看着我 在世面思辰 转发 尽谱 操声的望着 我终摸不到一感温满 耶稣 自信的交温 我会千句自心中伤亡 如我每日的表演 他都收获 仁慈的丹审 真智的天罩 我要以得好他别赞礼 承传我智慧 奉扶我思想 为本家祝福来 让我已和人反更斗 加两份光彩 还弱地严厉 白朱蝎耀 台前我创作 背后的编写 我盼处以计刀 真晰激烈 我送给大家 就是天神的观众